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3月8日星期一 現在下午2點30分 載了個小女兒去看牙 現在我坐在車內等她出來 現在有些事情都可以做 尤其是一些必須的 他們叫做Essential Essential的Matters 好像弄牙都恢復了 我女兒預約了今天來弄 她沒事的 因為牙刮牙 所以現在就調整牙刮 一路一路收紮 好像在收緊 大約一個、兩個月做一次 載了她來 編排的安排是 載到她來 在門口就要等 接著有人在門口等 還有一個特派護士 有保護衣 帶有女兒 THEY masters 其他人就要是不讓人進入 以前我們做父母家長 可以待待って 在 reception 等待 現在就不允許了 因為是 social distancing 我弟弟進去了 大約是半小時 三幾個小時 我現在在等他出來 剛才早上 拿了我大女兒的車 去連檢 英國族名叫 MOT 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MOT 為何 其實 MOT 的名字 令人聯想到 最後 T 字是 Test 的意思 其實不是 就叫 Ministry of Transport 就叫 MOT 應該 M O T T 就對 就少了 T 不要緊,總之大家明白到 就是一個 法例規定的 英國每一輛車 超過三年 超過三年的一輛車 每一年都要 拿去一個指定 政府指定 批准的車房 驗這個年檢 每年都要驗一次 45磅 有一些車行 就給你一個 Package 連上 Service 和驗車 就收你99磅 如果就這樣驗車 你覺得有信心 不需要整 你就拿去驗車 有些車行收你39磅 有些車行收你45磅 有些車行收你45磅 有些車行 如果是大型的 例如Benz 寶馬那些車行 可能收貴少少 視乎哪一間車行來決定 我拿去那一間是普通的 就是收你45磅 如果有些什麼 45磅是驗費 如果有些什麼不合格 它要和你整理 整理 PASS那個市的年點 就是另計 通常來說 剛才我女兒的車 是03年出廠 到現在差不多18年 通常它車行了 五六萬米 其實都很小米 都可以的 上次做了百多磅 今次 我不知道 還未打電話給我聽 希望沒事 如果是有事 做大劑 我都不要 因為那輛車 買回來 都不用1000磅 800磅 去片看 今早的情況如何 OK 就來整個車 這個呢 就是我女兒的車 17年了 兩年前買了給她的 送給她 拿來上班用 英國車 Foxo 用中文名我就不知道 那就是一架叫Eco Car來的 三個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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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一下裏面 自動波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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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連檢 每年呢 都要 例行公事 檢查一下 車 拿了來 一間很典型的 剛才呢 我就放了一架單車 所以呢 就放了一些椅子 即是 推下了一些椅子 放了一架單車 下去 那麼 這間呢 就是我 光顧開的一間 細細的 本地車行 那麼 那個人收費都很合理的 那麼 那麼 英國呢 車行呢 運作呢 如果是小型的呢 大致情形都是這樣 上下的了 那麼 他是做很多車的 那麼 車行來講呢 自己 譬如說 我在Wilmslow住呢 都是光顧本地的 因為 拿回一架車 或者送一架車去做 都方便些 那麼 通常呢 就是離開市中心 在一些工廠區 或者是一些 偏遠一點的地方 自己開一間車行 就是這樣 這些是旅行車 那麼 他都有很多 製造很多旅行車的 那麼 那麼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OK 拜拜 那麼 看了剛才那條片呢 就約約默默介紹了 英國私人的 自己走出來做車行 即不是車行 應該叫做 汽車維修 一種情況 普遍的情況 給大家看一下 那麼通常呢 都是一個人 讓一兩個徒弟 做一間 汽車維修 這樣 英國呢 就分號清的 汽車維修就維修 即是 那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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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做 就一樣 如果做那個車身 噴油啊 可能撞掉了 另外一個呢 就叫做Bodywork Bodywork 又是另一間 車行做的 電的呢 他又要找一個 電器師來做的 那輪胎的呢 另外呢 又找輪胎車行來做 那基本上呢 就應該分了 四個 四個部門去做事 那剛才那間呢 基本上呢 他只是做 你的 mechanical 即那個 mechanical 機械 機械運作 那些 那些 關於車身 保養 花了 脫了 那些 另外又找Body shop 製造 另外呢 就 輪胎呢 即那個 輪胎 那條 那條 輪胎 和那個輪胎 又有另外一間公司製造 另外 就有什麼呢 剛才那個 那四樣 mechanical Body 電 電 另外有一些 專門製造電器的 電子師傅 製造的 又是 freelance 即你叫他來 他才會來做 通常來說 是分四樣 自己租一個地方 租一個地方 然後 找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車架 另外一些 儀器 基本上的電子檢查儀器 那些便開工了 我想成本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我想都不會太貴 另外呢 現在這些車行 這些維修汽車的 私人的修理車行 越買少見少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因為那個電子科技的發達 很多靚車 尤其是 名牌的靚車 他一定要用回自己的儀器 才會檢查到 車是有什麼問題的 基於這個原因之下 很多小的車行都被淘汰 因為他沒有辦法 有那套儀器 那間車行 譬如某某 德國車行 大品牌 那套儀器 我是自己去設計的 自己去建立的 那套儀器 平常人沒有人有這種儀器 那你怎樣呢 都檢查不到那個車 是有什麼問題 無病 所以你迫著回去大行 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我剛才那套儀器 已經是17年 還是舊車 所以不需要有特別的儀器 如果牽涉到特別的儀器 那套儀器 那套儀器是拿回大行 所以現在很多東西都邊緣化 有香港朋友問我 就說汽車行有沒有做 老老實實 我告訴你 就是 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有得做 將來有沒有得做 就沒有人知道了 即是說不到你聽 又是那句 走一步 看一步 唯有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車行的東西 很講口碑 有些香港朋友說 做回香港人的生意 我跟你說 例如說 Wimslow Wimslow 你只可以做回Wimslow的華人 如果你是抱著這個心態 做回Wimslow的華人 Wimslow的華人 有多少輛車給你做呢 有一個問號 外面 我住10米 8米 路以外 我不會開車來 給你做 我又要安排自己回去 回家 放下車 不是每個人都像老鬼 那樣踩單車回家 這些就是 令到你做汽車維修 你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另外 你要跟英國人的車行競爭 你要跟零件供應商的人溝通 要關門路去買零件 因為很多零件是歐洲來的 你要跟歐洲那邊的入口商打交道 這些種種的因素 令到你自己做這個行業 有很多不明朗 還有一些比較困難的因素 說就這樣說 當然是你自己決定是否可以做 只不過是把我見到的事 說給大家聽 參考一下 OK 我女兒都差不多出來 今天先錄下這麼多 下一節我會講一講 英國的治安問題 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